美國總統川普上任後 終止TPP多邊貿易政策 未來台美雙邊貿易協定 應該要怎樣談? 美國商會建議 應該開放美豬、美牛 台美簽定FTA才有希望 不過經濟部表示 現在已經有台美貿易企投資架構協定 台美合簽FTA暫時沒有共識 外匯巡視、餵食豬隻、國內養豬的成本高 只是設備要符合環評標準 就要用一筆錢 治療更加全部養奶入口 利用已經大不如前 所以對於美國商會再拋出開放美豬 換取FTA的議題 他們很反感 政府如果和美國工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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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 以雲家南這六個院士為主 雖然數量並不多 105年產值規模仍然有713億 不過近年產值萎縮、逐年下降 而目前美豬國內還是限制入口 政府要求萊克多巴胺零驗出 至於未來是否開放入口 經濟部強調需要長期規劃 並且強調台美FTA目前是零進度 目前台美貿易已經有TIFA台美貿易 其投資架構協定 所以經濟部表示 只是會就現有的架構來談 而學者就表示台美要合簽FTA 美豬、美牛開放入口 無法避免 另外還有很多台美雙邊投資和技術性的貿易障礙 都是未來的談判重點 學者認為開放美豬既是經濟議題 亦是政治議題 開放入口就可以換取台美FTA 這個想法太過單純 恐怕來自中國施壓 亦可能是台美雙邊貿易障礙的因素之一 台灣IC產業產值高達二兆四千多億 寸購第二大 其中半導體設備的市場 連續五年 煽亂寸購最大 不過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 今年首季出貨金額資料顯示 競爭對手韓國已經超越台灣 專家分析 由於今年幾億體加量齊陽 加上三星和台積電搶單的效應 韓國首季才會交出兩眼的成績彈 日前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曾經露批中央經濟政策矛盾 正是關心五加二產業 一度全催高雄三奈米製程將轉往美國投資 因爲缺水缺電五權問題 加上環評爭議 都令到國內產業投資好憂心 反觀韓國 政府長期大力支持 始終是我強勁對手 而今年第一季半導體產業表現街 勝過台灣 根據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 最新半導體出貨金額統計資料顯示 今年首季出貨金額高達 130.8億美元 是17年同季最高 而台灣出貨金額有34.8億美元 貴增率是84% 不過韓國表現更亮眼 有35.3億 貴增率110% 五年來首次超越台灣 半導體產業投資 受市場和客戶左右 不過學者分析 台灣優勢在於擁有先進製程和完整產業鏈 只要政府將基本產業投資鬆綁 無論外資還是本土產業 都願意留在台灣 但值得注意的是 中國的半導體市場開始崛起 將逐漸取代南韓 台灣要持續獨漸搖頭 內需市場拔造 還需要政府長期投資報告 才能夠繼續保有競爭力 日月光102年排放廢水污染高雄後勁期 被市政府環保局裁罰1億201萬 日月光公司提出行政訴訟 8日最高行政法院認定 環保局裁罰計算的方式不夠嚴謹 撤銷原罰碗 不過日月光違法是事實 還是要罰 環保局表示 會根據法院提出來的計算見解 從新裁罰 大量廢水未經處理 直接排入後勁溪 102年日月光高雄廠被查獲 因為廢水的設施不足 排放未經過處理的廢水 高雄市環保局裁罰1億201萬元 不過經過日月光公司提起行政訴訟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撤銷罰單 最高行政法院認同第一審高等行政法院的見解 因為環保局以96年到102年期間 查獲日月光六次為規 來計算日月光期間 都未依法處理廢水 缺罰根據 除了撤銷罰單 也應該還反日月光的罰款 不過也都強調環保局 可以盡快再度做出財罰 再還差額 環保局會在收到判決文之後 根據法官建議的計算見解 重新裁罰 法院也都認為 原本裁罰認定過於寬鬆 下次罰金應該會更加少 對於判決 日月光公司就表示尊重司法 大巨蛋的爭議未解 不過營建處8號針對遠紅送來的大巨蛋 全區防火避難性能的設計計劃書 完成審議 並且合法認可通知書 不過接下來大巨蛋 是否進入北市府有關刀市設計審查 還有環評和建造變更這些程序 遠紅堅持過去已經完成刀審 無需要再召開建造變更 大巨蛋何時可以復工 北市府和遠紅一直都是處於各講各的說話 不過台灣建築中心五月剛剛通過大巨蛋的 全區防火避難性能的設計計劃書 營建處在8號也完成審議 合法了認可的通知書 令到進度戟關將近三年的大巨蛋 完成第一階段復工審查 根據台建中心通過的計劃書內容 遠紅要再縮減4300到4500平的商業設施面積 其中包括停車場減少幾百格 再增加或者延長一共28堂的樓梯 不過市政府認為 遠紅完成性能式的審查 跟著要進入市府審查的程序 包括都市設計審查和環評還有建造變更 大巨蛋才可以復工 不過遠紅認為相關的程序 在100年和104年都已經完成 市府的說法是刁難 遠紅和北市府對大巨蛋下一步 仍然沒有共識 遠紅強調不接受市府 公審式的都市設計審查 亦令到大巨蛋復工的角力戰 正式進入現場賽 重山機場是否要遷移 這個議論討論了很久 8日舉行的2017 桃園機場國際論壇上 台北市副市長林欣榮 再提出台北市的立場 認為遷移重山機場 可以令到台北的天空解嚴 民航局長林國穎就表示 必須要考慮到一年280萬 往返花東離島的民眾 20年之內不可能遷移 作落在台北市黃金地段的重山機場 1945年成立 曾經是台灣往返國際的重要門戶 隨著桃園機場的啟用 現在除了花東離島的航班之外 重山機場只是和鄰近的國際城市對飛 再加上國家投入1138.5億元打造的桃園節運開通之後 台北市政府認為遷移重山機場可以令到台北的天空解嚴 副市長林欣榮就指出 移走桃園機場空出來的土地 北市府會規劃運用 打造成都會所需要的森林公園 而民航局長林國賢在會議上認為 就實際面來看 20年之內不可能 不過也強調 這個議題討論了很久 只要政策明確 民航局都會配合執行 學者亦都說 松山機場10年之內不可能搬遷 而且亦都還未看到相關的專業評估報告 並且認為 松山機場的遷移 不應該淪為政治決策 應該由專業來到主導 原住民依照傳統文化狩獵 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 長期以來爭議不斷 原民會和農委會在8日共同發佈 野生動物保育法解釋令 只要基於自用的非營利原則 院住民手獵便合法 時間不再受限於封年制這些傳統的祭典 暴農族的獵人黃光綠 拿著獵槍捕獵野生保育動物山羊和山羊 要給媽媽食用 不過就被判刑三年半 引發檢測總長硬戴和 提出非常上訴 原民會和農委會8日共同發佈 《野生動物保育法》 第21條第一項的解釋令 因為原住民只要是基於自用的 非營利原則之下 就可以捕獵各類的保育動物 事前通報機制也都改為事後捕備 原住民基本法本來就明定原住民在自用的情況下 可以捕獵野生動物 不過野生動物保育法 就只是限定封年制這些傳統的祭典才可以 十幾年來也都令到不少原住民的獵人 因為捕獵野生動物背負刑責 原民會和農委會共同做出解釋令 原住民族青年陣線給予肯定 不過也都認為 只是行政解釋還不夠 希望直接在《野保法》修法的時候 直接在條文之中加入自用兩個字 徹底免除刑事責任 另外針對野生動物的數量 原民會說未來會和林務局合作 每一到兩年監測一次 令到保育制度更加有彈性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在9日正式公佈 教育部統計全台24萬多名的校生 有21,000多人獲得5A 其中還有1,401人的作文是六級分 不過只看科目 英語和數學就是獲得代價強的C級的人 已有超過三成 等於大約有7萬多名的學生 沒有達到基礎的門檻 由電話那裡聽到自己的會考成績 拿到四科A++ 一科A++ 昨晚也有五級分 旺痛學喜極而入 教育部統計 今年國中會考全台拿到5A 也就是五科正屬的等級 又要寫續六級分的人 一共有1,401人 佔全體考生的0.59% 比去年稍微少了一些 不過單就英語和數學來看 有超過三成的學生 即是拿到C級 沒有達到基礎的等級 台師大深測中心分析 想每科都拿到A 答對的題數和以往差不多 不過人數比例就比去年更加高 會考成績出爐 學生可以稍微先放低心中的大石 接下來 既北區考生要等到22號 其他區的考生就是要到20號 就可以查詢個人的聚位 並且開始填字緣 根據統計 台灣失智人口超過26萬人 不過失智症確診率就只有30% 不單止低於鄰近國家 日本和韓國的70% 也都低於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50% 為了提升失智症的確診率 衛福部長朝2.0 將會創新設立 失智共同支護中心 不單止可以依個別評估需求 還可以提供醫療照護的諮詢 成為家屬和社福資源結合的平台 目前全台灣已經有20個院使承辦 一位老先生帶著太太到醫院看診 因為太太近來個性變得比較躁動 亦經常忘記得事 出門之後找不到回家的路 失智症協會用行動劇 突顯出家裡失智老人的問題 而根據統計 台灣失智人口已經超過26萬人 不過失智症的確診率只有30% 不單止低於鄰近國家 日本和韓國的70% 對於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50% 為了提升失智症確診率 衛福部長照2.0 將會創新設立 失智共同支護中心 也就是病患在醫院就醫診斷之後 原本只是交由各院市照管中心來收 現在可以進一步 交給失智共照中心的各管師登陸 並且依照個別的需求 提供醫療照護資訊 甚至轉介和追蹤 成為家屬和社區資源結合的平台 衛福部表示 目前全台已經有20個院市 承辦失智共照中心 預計到109年之前 會增加63處失智共照中心 368處社區服務據點 希望能夠強化對失智症照護的能量 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和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合作 今年進行跨越黑潮 重現3萬年前台灣到沖繩航海路線的探索計劃 由亞美族人建造的一手史前觸佛已經完成 12日遙線跨越黑潮項鄉六島 2019年再正式項鄉日本 今年4月建造的史前觸佛落水了 四男一女的五位掌手坐在一排 在台東參沿海岸進行爬船訓練 五位掌手之中有三位日本人 兩個台灣人 他們主要的任務就是要完成 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和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合作的跨越黑潮 從現三萬年前台灣到沖繩探索日本民族起源的航海路線 不過要以人力來到爬船 通過流速強大的黑潮是最艱苦的任務 那到底史前的人如何穿越這裡有黑潮 到達那邊就變成一個可以實驗的計畫 這次的船很大重量又很重 所以說跟以往我的經驗是完全不同 這項航海路線的探索 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海報楊介教授研究認為 日本民族的起源之一 可能是台灣的史前人類利用東部山區的竹 建造竹佛爬到日本沖繩 不過東部只有亞美族有造竹佛的技術 所以委託亞美族人仿造這首史前的竹佛 史前人類的造船技術 也很有可能跟亞美族有關 後來我才發現這個竹子做起來是很適合做亞美族的竹佛 可能是已經找到了我們祖先過去用的材質 12日這首史前竹佛 預計會由台東縣南邊出發 先試探跨越最強海流的黑潮 航向綠島 2019年再正式勇闖黑潮 航向日本與那國島 以上是今天的宏觀粵語新聞 很多謝您的收看 我是黃志光 我們下次再會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